今天来吃五分之一的胡萝卜 选取农家胡萝卜在五分之一处剧断 剩下的生命值下次吃 然后做个标记 再去三厘米精华部位 接着再横接面划个正方形 然后用包子沿着画线削出形状 不会木工的厨师不是好博主 然后再找个符合尺寸的模具 在顶部敲出一个圆形 用钻头在圆形安全范围内钻孔 谁能数清楚我一共钻了几个孔呢 还有我是根据什么顺序来钻的孔呢 钻好后用工具挖出碎渣渣 最后再用打磨头打磨内壁 使其光滑 胡教授做菜的每一步 都是经过顶层设计的 放眼整个美食界 找不出比我抢过真的吗 用倒角工具给每条棱削出倒角 当然圆形也得那道角 开赛路至便秘 高猛酸甲至氧气 平面直角坐标系 朱教授做起菜来很至于 如果连这个牛皮都不敢吹的话 我怎么敢在底部再划个正方形 给它高低消除层次感 好了一个精致的装备完成了 放着备用 刚才削掉的边角料 才是今天的主角 这是胡萝卜反转离奇的一生啊 欢迎收看 胡萝卜的一生 只先榨胡萝卜汁 再盘子C位摆上装备 注入胡萝卜汁 一磨chewy oil 好了 宝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猫可猫可